垂直的第一片去建立我们的长度以及层次 这里呢,我们去找到这个分区 跟这个分区产生90度 找到这个分区,跟这个分区这里产生90度 那么长度的选择呢,我们通过我的数字 通过我们抹力后的数字,我们去看 到这个数字的一半 到这个数字的一半左右 刚刚好,长一点点,短一点点 在一指位以内的一个误差都没有关系 这个长短误差不要超过一指位 那么紧接着来到我们的第二刀 注意啊,第二刀我们的角度不要拉到这个表面水平了 要拉到我们第二个切口的90度 来注意看,这个是第二个切口 这个是第二个切口 拉到这个切口的90度 那么紧接着,再来到下面 来到第三个切口的 来看这里,90度 好,这样我问各位一个问题 我这样去操作所得到的一个切口 它是属于什么样的 各位,我通过三刀 通过三刀去完成这一个发片 它所得到的切口是什么样的 各位,圆形 非常优秀 对,非常优秀 它一定是圆的 一定是圆的 通过三刀去完成这一个发片 来,那么紧接着 紧接着 从垂直转为斜向前 从垂直转为斜向前 来,这里呢 我去称为它为叫做移动放射 来,明白吗 这个分区的方式 分分的方式是叫做移动放射 来,同学们 把移动放射打在公平上 叫移动放射 分分采用移动放射 分分采用移动放射 同样角度拉到哪里 第一刀的 也就是分区这个地方的90度 来,紧接着 再来到第二个切口 在中间这里 90度 再来到接近法际线 这个切口的90度 所以说这个切口 剪完之后呢 必然会形成一个圆形 那么它的靠位是2靠1 向上一片去做靠位 来,看一下效果 向上一片去做靠位 来,继续 继续 同样的,我这个速度可以吗? 我这个速度可以吗? 我这么去描述 各位能不能理解 我的速度可以吗? 有没有太快? 很OK,很可以 那么在修剪的时候呢 我们要去尽量使头发 分成一个条状 分成一个条状 然后呢 把你的导线要分得多一点点 把你的导线要分得多一点点 要尽可能的 可以去找到我们的 比较实的导线 来,注意看 随着我们的这个分区 因为这个分区是前高后低 它是一个圆弧形 要随着这个分区的高度 你的发型要逐渐的什么 去提高 那到了第三件 要注意找到你的分区的高度 找到你的分区的高度 再来 新进直播间的同学们 没有关注的 可以关注一下老师 我们是一个短发的直播间 再来 谢哥,你稍等我一会儿啊 这是第三片 第三片我们捡到了警测点 我们捡到了一个警测点 来,开想效果 因为是移动放射去分区 斜向前 它所得到的一个流向 是向前的一个推力 是向前的推力 来,继续 来,继续 慢慢的修剪到了我们的转角外侧 转角外侧 再来 这是第四片 同样的 我们需要去带向上一片 来 这个切口从高到中 不要一刀去剪完啊 不要一刀去剪完 再来 你一刀去剪完 它是不可能会出现一个圆形的 这个切口 各位,是要是不是 家人呢,是要不是 一刀剪完之后 它是不可能会出现这个圆的切口面 那么到了我们的这个转角外侧 我就剪到刚才1,2,3,4 我就剪了四片 四片刚好剪到了这个转角外侧 那么到了这个区域 我呢,我呢 就不那么讲了 就停下来 停下来 刚刚开播啊 刚刚开播 完全疏通透 并且找到后面这个形状面 去进行衔接 各位,能看清楚吗 去进行衔接 从后面这个形状 从后往前去连 能看清楚吗 来 并且我的角度没有低于这个分区 那么问题来了 当我的角度没有低于分区 那么请问 我在去剪这一步的时候 我的角度是多少度 来 各位同学 家人的 当我剪这个地方时候 我的分区 我的角度没有低于这个分区 那么请问 我的提拉角度是多少度 这个非常关键 因为一定不能低于这个角度 大于90 90度内 90 每天十点半啊 每天十点半 和大神 我们才刚开播一会儿啊 才刚开播一会儿 你看我的头发才刚剪完 才刚剪完这一个区啊 来 对 90度以上 只要不低于90 90度以上 好 那么因为我这个区呢 是一片去剪的 是一片去剪的 所以说 我们还需要进行什么 来 将我们这个转角头发 注意看细节啊 注意看细节 将我们这个转角头发 我们这样去看是高度 是角度 那么角度拉到哪里呢 拉到90度 拉到90度 这样看是方向 方向不要往前带 不要往前带 我们要稍微的向后面去带 刚刚好带到这个发细线的位置 来 刚刚好带到这个发细线的位置 去检查一下 有角就剪掉 去抹掉 有角 就去把脚剪掉 好 同学们 站站不要停啊 让我们的站站飘起来 好 那么这个层次部分呢 我们就剪好了 稍后我们再去设定 我们头发的发型长度 来 右边掌控不好了 告诉我 打在公屏上 是不是你 你右边总是会出现什么问题 来 把你的问题 打在公屏上 你通常在去剪客人的时候 剪右边 无论是下须还是上须 都会出现什么问题 来 把问题 打在公屏上 感谢阿雄点亮的粉丝灯牌 来 长 不对称 右边会偏长 第一个点 剪出来 不对称 那你偏长的话 它更会不对称 对不对 长短问题 然后呢 就是重量问题 是不是右边容易剪的偏重 偏重 偏重偏长 肩口面的90度 来 好 继续 逐渐的向前去划分 如果说你对于短发比较迷茫 如果说你不会去进行设计短发 看到短发长剪短 你就懵 同学有没有 来 有的话 打在公屏上 有的话 打在公屏上 我要给你们送福利了 看到短发你就懵 看到长改转你就懵 或者说短发你 简直简直 你就懵 有没有 有没有短发基本功不好的 有没有短发控制力不好的 各位有没有 应该是在一分钟左右就上线了 这个 一分钟左右就上线了 各位不要走开 因为是第一天 因为是第一天 第一天挂车 第一天在线上课 所以说呢 所以说也是第一天的价格是最低的 再来 后台准备好了 说一下 给他们炸个一分钟 炸个一分钟 挂个一分钟 三二一上车 对 手发专场 手发专场 上车时候说一下 上车了 上车了 给他点一下那个提醒 点一下讲解 我们上个一分钟 炸个一分钟 你对于剪短发没有概念的 长发剪短发你就蒙的 剪发过程边剪边蒙的 对于短发没有基本功 控制力薄弱的 你就闭眼去拍就好了 学习的话老师主页留言 横向去进行检查 我们刚开始手发就上了十分 需要的同学们抓紧时间拍 我们那个小房车里面只有一个链接 就是我们的课程 手发课程 那还剩下最后五的 只上了十分 还剩下五分 这个价格一定是最低的 越往后呢 我只会调高 所以说 知道的老粉应该都知道 我们往往亲客上架 前面都是价格是最低的 好 还剩下最后三分 学了同学们 扎紧时间下方小房车 错过这个直播间 可能下播之后 你再去通过厨窗去拍 那价格就是翻倍了 就翻倍涨了 来 很多同学已经期待 我这个课程很久很久了 对 而且我们的课程一大亮点 是持续更新的 再来 有需要的呢 去厨房去拍 然后呢 我们边去讲解我们的技术 来到了我们的转角外侧这里呢 一定要贴着头皮 一定要贴头皮哦 贴紧 并且我们的角度 不要去低于水平 下单的同学们 抓紧时间付款啊 不然的话 站着名额的话 后面的同学就没有办法付款了 后台把那个占名额的给放松一下 给放松一下 对 下单的同学们要抓紧时间付款 再来 短话基本功比较薄弱的 控制力比较弱的 因为里面我还会去加什么呢 去加什么内容 去加我之前拍的什么呢 9款的单一层次 专门练习基本功的 而且呢 还会去加我们的二分区系列 还会去加我们的形体系列 它算是一个内容非常非常丰富的一款 一个课 我们基础差的能看懂不 这针对的就是基础啊 里面有针对基础比较薄弱的视频 有针对基础比较薄弱的 也有针对对于短发没有结构设计概念的 明白吗 课程是会更新的 持续更新 而且你拍了课程之后呢 你可以第一时间去链接到我 有任何问题 我们都可以通过连线 去帮你解决 通过连线 你可以找到我 发你的作品 发你的问题 找到我 我呢 去给你解决 对刚刚课程中的同学们 可以主页加入我们的粉 粉丝群 你再厉害 一定要细心的去检查一下 左右两侧是否是对称 不要有太大误差 来 注意啊 因为我的转角外侧这里啊 因为我的转角外侧这里 是通过一片向上去提拉的 所以说啊 它这个层次面 它是有点上短下长 像返曲线一样的 各位 是还不是 告诉我是还不是啊 告诉我是还不是 我这个区都是向上去提拉的 它这个切口面一定是出现一个这样的状态 对不对 这样的状态 而且呢 我又想要去保留住我们 后点这里最空的长度 注意细节啊 我向上去提拉 可以保留这个长度 所以当我要再去做下一步 再去去脚的时候 那么我的这个方向 各位 是不是就一定不能往前去拉 往前去拉过之后 那么这个长度呢 肯定会没有掉 各位 是还是不是 所以说 来 注意细节 来 注意细节 来名额不多啊 同学们 还有最后三个名额 还有最后三单 同学们啊 还有最后三单 对于短发没有概念的 基本功薄弱的 不会去设计结构的 只要关于短发的一些所有问题 你就放进去拍 名额不多 先到先得啊 同学们 而且我们的课程 是会后续持续更新的 不但有小白课 基础课 然后每天直播的 精彩直播内容 也会更新进去 来 同学们 这样是高度 高度不要低于水平 90度 方向不要超过转角以外 来 向方向向内去偏 角度拉到90度 能看到我们这个角吗 来 同学们看到没有 这个角 看到没有 来 看到的 回复一下 看到的 回复一下 这个角 要刚好把我们这个角去拿掉 看到了啊 刚好把我们这个角拿掉 那么这个时候来注意 老师 我可不可以去保留 我需要的发型是 带一点点小最伪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稍微去定一下后面长度啊 去定一下后面长度 来 各位问你们个问题 这一步是根据什么东西去设定 是根据什么参考去设定 在我之前直播 我有分享过 这一步的长度设定 是根据什么参考去设定 是根据什么参考去设定的 数字的一半 不是哦 不是数字一半哦 我减层次是数字一半 我现在去定这个 是根据什么去设定的 根据目标法刑 是哪位同学说的 我觉得应该给他奖励一下 花城 花城就是我们的课代表 非常优秀啊 这里定一个偏方的啊 定一个偏方的来告诉我 我这边偏方的去定这个长度 它有什么作用 来告诉我一下 偏方会怎么样 偏圆会怎么样 来告诉我 它会对什么有影响 那么老师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在去定这个长度的时候呢 选择偏方 来告诉我 减不到我们的重量哦 看到没有 减不到我们的重量 放长而后长度 非常优秀 非常优秀 欧文欧巴 非常优秀 偏方的话 一定是对于形状 形状决定这边的长度 越是我们的后面发起线 越窄的 再去定这个形状 就越不能偏圆 明白吗 就越不能偏圆 来 另外一侧 如果说 如果说 你没有时间一直看直播 如果说你没有时间一直看直播的 在我们的下方小黄车 我们的进阶系统 鞋上课 你都可以随时去观看 躺着看 站着看 店里看 家里看 沙发上看 床上看 对 我们有针对性的直播内容 都会更新到课程里面去的 我觉得更重要什么 更重要可以去帮助你去提升什么呢 自己在短化领域的认知 我觉得这个是无价的 朋友们有认可吗 你们认可吧 说购买 这个是无价 是什么意思 三哥是不是买了第二份 一个人好像是只能买一份 是什么情况 OK 非为什么不能买 我看一下 是不是拍板了 如果拍板的话 再加持单 今天直播间如果说打到了我的预期的分量 然后我就不上架了 如果说到了二十单 我就不上了 再来 这里定一个偏方的形状 刚刚也说了 偏方的形状可以去保留住我们耳朵后面的长度 耳朵后面的长度 越是碰到这个发际线越窄的 那么这个地方去定长度的时候就不能走远 走远肯定会缺了 到了最后一层这里 它是剪不到的 你看它是剪不到的 你不能去把我们的导线给剪掉了 给破坏了 再来 小黄车还是有名额的 三哥和飞纸 你们看一下可以购买了吗 可以购买了吗 来小黄车可以购买了 可以购买了 赞进去拍 为什么说它可以限制购买了 不会吧 又没有拉开你 对啊 那么紧接着呢 来 因为是提拉去剪的 我们在头发向下的方 向下方 再去收掉一点点长度 来 再向下方 再去收掉一点点长度 最终我们所保留的是 在发基线以下 大概三指位以内 最终所保留的是三指位以内 不要超过三指位 来 我要在这边剪 在这边剪 好的好的 我们的工作人员 正在帮你查看问题 出在哪里啊 稍等一下 先去提拉的方式 去定了大概长度 那么之后呢 我们再去通过这种 自然的 接近零角度的 一个方式 再去定我们的最终长度 那么 朋友们 我为什么不去 刚刚在这么长的时候 我直接这样去剪 来告诉我 随随老师 同款梳子 是我们抹尼口自己 做的珍珠色的 俊俊把这个梳子也上一下 他们有缺工具的 可以自己去拍 把这个梳子 还有我这个同款 6.2寸的刀 然后再帮我们的家人看一下 为什么他购买不了课程 他说他好像是被限制了 我被限制购买了 这样子联系一下 好的 好 飞纸 飞纸在老师主页 或者小房车 点进商品之后 左下角有个客服 你联系一下他 这里一定要上下去 也要朝着矮锤的方向 这里要朝着矮锤的方向 底线一定要去做的 非常非常非常精致 这样就没问题了 来 看懂的同学们 看懂的同学们 来 打一波看懂 看懂的同学们 打一波看懂 现在我们一区 现在我们一区 从分区到分分 到长度 如何靠位 什么角度 它的流程 如何定长度 这几个点 我都已经讲得非常非常清晰了 非常非常透彻 朋友们来说一看 这个分区的斜度 这个分区的斜度 要保持跟我们的下须 刚才这个二分区的斜度 一定要保持一致 一定要保持一致 当你的斜度保持一致之后 来 这满足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 一定要将头发向上 一定要将头发向上 那么向上完之后 它所拉到的角度 是哪里 它所拉的角度 是在我们下一个区的角度 来告诉我 它是多少度 来同学们 从我们这样去看 下一个区的角度 是多少度 这个非常非常关键 非常非常关键 老师刚进来 下区用的是什么技术 下区是用的移动放射 去除 去除长度 定到梳子一半 剪完之后呢 再去定我们的发型长度 再来 告诉我这多少度 转过来一点点 转过来一点点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关键 我看有没有同学知道的 我看有没有同学知道的 90度 90度 对 从下面这个区块 下面这一片是90度 但是上面这一片呢 它就不是90度 它是低于这个分区的 等于说它是低于90度的啊 所以说在这一片开始 我们需要去建立重量了啊 从这一片开始 我们就要去建立重量了 下方小黄车一号链接 是老师的今日首发新课 今天在直播间是最优惠的价格 还有最后三个名额 需要的同学们抓紧时间 一号链接 还有三单 如果说你对于短发结构方面 有任何问题 剪短发比较迷茫的 长发剪短发比较迷茫的 在剪发的过程当中呢 边剪边迷茫 下一步怎么剪 前面怎么剪 对于短发你的控制力 基本功不好的 这个时候 就闭眼离开 对 先到先等啊 直播间优惠首发价 在橱窗再买的话就贵了 今天直播间还有三个名额 最后三个名额 两个还剩两个名额了 不会 不会就是要学 知道吗 不会就是要学 就在直播间购买 它是最优惠的价值啊 我在我们学校呢 是专门做我们的体系课程的啊 专门做我们的短发体系课程的 专门针对你们这个板块的内容啊 所以我们 以前阿姆老师 他做商业板块跟创意板块 来自老师做烫发板块 我呢就是专门做短发的结构 裁剪体系板块 所以说你对于这个板块内容 确实需要去提升的 那么这次线上课 进阶系统课程 你一定不能错过 里面什么内容 来 里面什么内容都有啊 八个课室 有我们的二分区 还有形体系列 然后后面还有 还会把之前的小白课程 也会给更新进去 就这么跟你说吧 我们就给你去讲的 通俗一斗一点 里面分为两大板块 第一大板块呢 就是形体系列 形体系列可以去帮助我们 对于控制基本功不好的 这一部分内容 然后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二分区系列 就像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一样 专门讲组合 低倍比 中对比 高对比 所以说我们 从到控制力 到基本功 完成之后呢 再到组合城市 大分区 都会有 它是一个体系 它是一个系统 因为我就是专门做我们学校的 短话体系内容的人 你要对标 你只要对标就OK了 如果你短话都很牛逼了 一天全部都短话 那你想去做一些托扑 那你可以去到晚上 对不对 去学校老师 对吧 大标会更高一点点 所以内容不一样 所以你要去找到自己的内容 知道吧 找到自己的内容 而且我们还会更新进去 具有代表性的直播回放啊 对的 还是在学浪看 或者是抖音订单里都可以的 还有一点哦 之前有很多错过那个的 之前有很多错过那个短发小白客的 我会去把那九个单一的形体放到里面 有之前错过短发小白客的福利的 我会去把那个给放到里面 你要知道 那个短发小白客 我们到后期去卖 都是卖两百九十九的 各位 家人们 家人们 你懂吗 这你受得了吗 这你受得了吗 CT老师只有早上十点半开播啊 每天早上十点半开播 如果说如果说是有拿大刀不太 就是感觉有点大的啊 那么这个刀是比较舒服的 剪刀在我们下方小黄车二号链接 上那个六百八的吧 嗯 改六百八的 是的 我更加六百八 对 只有在我们的直播间购买的价格是最优惠的 直播间一旦结束再去橱窗购买的话 价格就会撑撑撑的涨 右边 分区保持跟下面分区相同的斜度 并且角度提拉是在下面这一片的九十度 从上面去看 它是没有九十度的 来 感谢已拍的家人们 感谢已拍的同学们 对我们的课程还有最后两个名额 这您受得了吗 我把我全部更新完之后你受不了啊同学们 这个看了我的课 再用了我的书子 再用了摩尼库的剪刀 那你是回去到店里面之后客人受不了啊 客人受不了啊 再来继续 检查一下 这一定要圆哦 这里一定要圆哦 家人们 不圆 不圆不行 打磨 一定要圆 感谢已拍的家人们啊 下方小黄车一号链接是我们的今日首发课程 首发新课 还有最后两个名额 对于基本功夫好的没有任何渠道 就是对着视频链 就是对着视频链 没有任何渠道 回去给我买一箱头膜 你从哪里买都可以 抖音上卖头膜的很多 包括你去看我的评论区 都是卖头膜的 你去买一箱头膜 对着视频链 暂停一步 看一个区 暂停 看一个区 暂停 链就完了 不用去讲太多废话 没有用 讲太多 想太多 不如你做一遍 家人们晒着不是吗 讲太多 想太多 不如做一遍 晒着不是 你光想 你的控制力是起不来的 好 同学们 你拍的同学们 现在又到我们点赞的环节了 站已经停在2.1万 很长很长时间了 发生的销售动一动 把站飘一飘 全部都交叉 这里全部都交叉 交叉紧 交叉紧 好同学们 我们的下方小号 一号链接 首发新课 还有最后一个名额 还有今天最后一个名额了 先到先得 先拍先看 先拍先学 来 这个客人适合什么人群呢 适合对于短发没有概念的 这个没有概念是指什么呢 是指一看到剪短发 你就脑子里面没有任何想法跟思维 就是容易出汗 而且就是说剪出来的效果跟你想的不一样 打板率很差的 功底不好的呢 通过看视频 是没有用的 功底不好的通过看视频 不过呢 可以帮助一个点 就是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式去操作 然后练习 拍了以后 抖音订单 然后可以直接观看 或者是下载学浪APP 然后用抖音 用购买账号登录 登录之后 在里面也可以直接观看 对对对对我们的课程详情页有两个观看方法 老师这样剪下去 这样剪下来后面全是链接 都是链接的啊 上下区这里都是链接的各位 都是链接的 没有不链接 整个后区没有不链接 刚才我们是平切口 然后呢 我们在纵向的非常细腻的点点 这边有个细节 同学们 这边有个细节 你们如何是去做点点点的 你们如何去做点点点的 我是这样的 头发一定要还原到大概这个角度 并且呢 以手去夹这个发片 大概距离这个切口在一个指挥左右 这样的话 整个切口都是实的 都是实的之后呢 我们再去进行 并且这个下刀角度啊 不要太过于偏斜 大概45度 45度左右 来 在45度左右 老师我们刚开始从哪个部分开始学 嗯 刚开始从哪个部分开始学 你就都看 从第一节开始看 头发少的不要这样点 头发多的呢 比较粗硬的 比较厚的 要经常这样点 来 这样我们的后续呢 就完成了 后续呢 就完成了 来 明白的同学们 明白的同学们 来 在公平上 打两个字 明白 来 明白的同学们 对 在公平上 打两个字 明白 好吗 来 再次强调一下 当你去看到的发型 我们的上方 我们的上方 它的重量落点 大概是在我们的矮孔左右 我们都叫做中对比 你无论是去看上方图片 还是你去看某书啊 某什么的 后面的重量区 是在矮孔左右 我们都叫中对比 如果是在矮垂左右 我们都是叫低对比 如果在矮孔以上 那是高层次款 我们叫做高对比 来 明白了 来 注意看 我们长度的设定 这个非常关键啊 我刚才在去减后面的时候 我也说了 如何去参考这个长度 那么来到测区也是一样 如何去找到测区长度参考 那当你去分析一款发型 分析上面的也好 分析网上的也好 那么你会不会看到边角长度 各位 会不会看到 有些是很短的 有些是长的 那么就根据它去决定 你的这一片长度定多少 来 各位 明白同学 打一波明白 来明白的同学们 弹幕飘一波明白 来 比如说我来 我来盲定一下啊 我盲定一下 我稍微放长一点点 我稍微放长一点点 各位去看 我去定到这么长 就代表着 它跟后面这个底线 弱点长度是相类似的 是相类似的 比如说 我就要剪什么呢 偏向于波波的长度 在边角 那就可以 这么长就可以 那如果说 老师 我不想它边角这么长 我想剪短可不可以 来也没问题 那就跟底下就不连接了啊 跟底下就不连接了 比如说我这一片 比如说我这一片 我拉起来之后呢 我稍微再剪短一点点 跟底下不连接了 好 同学们 我们还看两天的战 辛苦同学们 每个人对着屏幕 点五秒钟 把我们的战 点到两万五 那么我们还希望 它能挂矮多 那么你这个长度呢 就不要短越矮 你希望它能挂矮多 你就不要它短越矮 孟老师你说这个有多长 我没有量多长 我只看我的弱点 我只看我的弱点 OK吗 同学们 找弱点 比你量长度 会来得更实气 来 认可的扣一扣一 不用连接后驱吗 来 看我手势 打麦 打麦 认可的扣一扣一 看弱点 比你量长度 会来得更直接 好 新进直播间的同学们 没有关注的 可以关注一下老师 我们每天早上十点半 准时开始直播 你量长度量了半天 还不一定是你的 是你一扣的弱点 对不对 因为客户只会看到 他这个边角 是在哪里 是在我的鼻子 在我的嘴巴 在我的脸颊 还是盖住脸颊 他只会看这个 他会拿个死量有多长吗 客户会看他有多长吗 几公分吗 客户会看 你这个形状 不够方不够圆吗 各位 客户去看 这个堆积没有45度吗 是 是不是 所以技术我们要 要会 一是会得到 二是会运用 知道吧 会得到 会运用 怎么得到 就是通过合理的练习 去得到 合理并且重复 真的是你们基本功不好吗 各位 真的是你们 基本功不好吗 还说你们太懒了 不想练习 还说你们太抠了 128 不是啊 这些都不是问题 这些都不是你们的问题 就是一个信念问题 你只要想得到 你肯定会去通过任何渠道 去帮生他 所以我们下方小黄车一号链接 今日课程首发 128的最优价 还有三个名额 最后三个名额了 在哪里中斗 哪里就会结果 知道吧 找拍找优惠 找拍找学习 我再点一下 因为边角点有高低 因为边角点有高低 所以说呢 我们要去把这个边角点 有些不干净的 这个是后面常做 先不管它 边角点有高低 把这个边角点这里 滑一滑 低点把它点掉 如果说你想要干净的轮廓 那么我可不可以 就直接拉起来剪平切口 各位可不可以 我直接这样拉到后面来 去剪一个平切口 各位这也是一样的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好吧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边呢 看一下 我觉得长度 我觉得长度还可以再短一点 看一下 长度还可以短一点 这个边角长度自由去设定 是不是卡住了 没有卡 对没有关注老师的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每天早上四点半准时开始直播 边角可以再短一点点 边角可以再短一点点 再来 朋友们知道这个边角如何设定了吧 它是一定的吗 它是不一定的 对不对 根据你的参考 根据你的设定 设计 去决定我们的边角如何去做设定 来 再去向下 露掉的 这是露掉的 定到矮垂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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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冰尿力提一点点 那你就切得干净一点 对吧 你想边角柔和一点 那就不要去切 靠位靠到上一片吧 这里原位可以靠就可以了 大北 我们将法基线这一片 你看这些是比较长的 如果说我的边角 是比较长的 轮廓是延伸连接的 那么这一步就不用做 如果说你的边角像我这样 简直是这种短的边角 我们就需要再单独的去把耳后 这一块去做个延伸 单独把耳后这一块做个延伸 并且要向前去带 来 并且要向前去带 OK了 要向前去带 再检查一下 感谢节俭已拍 好我们最后还有两个名额 同学们下方小黄车一号链接 还有最后两个名额 直播间之外的价格 它就是翻倍的长达 你们在直播间拍的 况且今天是第一天上新价 第一天上的肯定都是最优惠的 所以内容呢 不用去质疑 绝对是超值的 绝对是超值的 在哪里进去 联系我们的后台 你想第一时间去链接到我 去找到我 你拍了之后 找到后台 你说不要找谁老师 就OK了 就OK了 我希望你们多看到之后呢 多发作业给我 来 我们继续分享 继续分享 继续分享 拉到90度 拉到90度 我刚说了 去看落点 去看落点 比你去定长度 比你去看长度 要来的会更实际 认可吗 去看落点 比你去量的去定长度 它会来的会更实际一点点 再来 头发比较多的 想要去收窄的 从正面去看 这里想要去收窄的 我们都可以去操作 头发比较少的 直接横向的角度降低 我们这么去操作 包括一些发质 比较毛躁的 来 横向的去检查一下 这里不要有重量 这里不要有重量 横向检查一下 不要有重量 那么呢 我们刚才另外一侧 边角长度 是刚好在矮椎左右 那么在这一边也是一样 我们的边角长度 要在矮椎左右 所以我们在角度降低 再把这个长度去收一下 来 自然的向下 自然的向下 去收一下 在矮椎左右 在矮椎左右 好 同学们 动动翻开的小手 让我们的站飘起来 亮起来 那么紧接着呢 来 紧接着 注意啊 我紧的是较短的边角 那么如果说 我刚才的边角长度 我们定的是 跟它是一样长 是等的 是等长四角 那我们这一步就不用做 如果定的是短边角 那么这个轮廓长短 是错开的 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去做这个步骤 来 我们将这个发极线区域呢 这里分开 将发极线区域 这里分开 然后找到前面这边为导线 为导线 并且将头发向前去戴 一定要向前去戴才可以 向前去戴 拉到九十度 有缘分啊 有缘分 如果说 你今天没有成为幸运儿呢 明天我还抽 好吧 任何问题的 可以在弹幕发出来 来 包括这次啊 在我的直播间 第一天 我上架的短发新商课 已经拍了 一定要练接到我 我希望你们把你们的问题呢 都可以去回复到我 平时在练习当中 剪的过程当中 都可以找到我 我可以第一时间 去给你一些建议 好吗 朋友们 来 已经拍我的课 打一个收到 我希望你们第一时间 能找到我 把这些问题告诉我 这样呢 我们可以去多进行一些交流 来 收到啊 应该有些人是已经有我的那个了 已经有我的那个了 还没有的话 跟后台联系一下 或者说呢 到我的处页 给我留言也可以 还没有拍课的 还没有拍我的新商课的 后面 后台有没有账位子的 看一下 看一下后台 看一下后台 看一下后台有没有占位子的 有没有拍了东西 没有没有付款的 看一下 清一下 因为有些同学呢 可能还没有抢到 今天第一天一定是最特惠价 最特惠价 就是那个最啥的 今天不要说 是优惠价 我们的直播间 今天是优惠的 是首发价 我觉得价格不是问题 价格不是问题 价格才多少钱 好我们下单的同学们 一定要第一时间及时付款 不然的话名额会被清理出来的 现在我们清理出来四个库存 四个名额 最后四单 这点价格不是问题 我说了吗 两包华子 两包华子的价格提升至极 丰富至极啊 注意哦 来注意继位 看清楚继继继 注意继继继 看清楚继继 来 我卡住了吗 来 我们要找到这个长度 找到后面这个导线 找到后面这个导线 以它为引导 各位 你们觉得这里是简圆 会怎么样 简反曲线 会怎么样 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去简反曲线 什么情况下我们不需要去简反曲线 我们去简圆 各位 我现在简的是圆 还是反曲线 我现在简的 我现在简的是圆 还是反曲线 有知道的同学们 把答案放在弹幕 放在公平 我们去检查一下 是不是 我这一个发片 拉到这一个发片的中间 90度 我们去看这个形状 那就可以看出来 你简的切口 是反曲线的 还是圆的 各位赛不是 现在简的圆 看一下啊 对 圆 圆 圆 是的 简单是圆 那我们在什么情况下 需要去 这里啊 看前面 看前顶区域 需要去大于90度 去延长前面呢 就是说 我需要前面有重量 一 有重量 及长度的时候 我才会去选择去放长更多前面 各位清楚吗 正常来说 我们的导线在这里 走圆的话 这个长度啊 都可以去满足我们大部分的需求 来 各位 看一下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长度都可以满足我们大部分的需求 对吧 来告诉我 是还是不是 所以正常来说呢 走圆 就OK了 就OK了 除非说你有特别需求 你有特殊需求 好同学们 我们下方小黄车的一号链接 今天首发课程 刚刚清出了三个名额 刚刚清出了四个名额 现在又被拍了一张 还有最后三个名额 先拍先得 先拍先学 同学们有需要的抓紧时间拍 下方小黄车一号链接 来 保持原味去做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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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口走圆形 保持原味 保持原味 切口走圆形 再来 拉到90度 你看 拉到你每一个切口的90度 拉到你每一个切口的90度 这个切口一定要连接的非常非常的干净 非常非常的干净 因为本身就是下上去做提升的 你如果说剪的切口不干净 它落下来之后 你会去发现表面的质感非常毛躁 各位有还是没有 有的话 在公平上告诉我 有还是没有 有 牛 有 并不是说顶上我这里就随便这样去滑一滑 拉一拉就可以了 因为本身就是向上去提拉去剪的 你不是向上剪低层次 或者剪零层次 向上提拉去剪 你这个切口一定要去剪得非常非常干净 在这个头没有去做向落的情况下 一定要剪得非常非常干净才可以 它落下来之后才不会毛躁 老师切口走圆和头顶剪方有什么区别 顶部吗 切口走圆 注意看啊 你看侧面 如果是剪一个方的话 我们是延长前面刘海的长度 都剪一个方 都剪一个方 延长前面刘海长度 延长转角长度 有长度就会有重量 那么你需不需要长度 你需不需要重量 如果你不需要 我们就不要走方 我们走什么走圆 来抹茶 听懂了 在公平上告诉我 抹茶 听懂了 在公平上告诉我一下 听懂了 发弹幕告诉一下老师 或者有其他的问题 可以发弹幕 发出来 如果说你的基本功 对于短发的控制力不好的 你就对着我的西餐课 在我们的橱窗里面 就对着视频 这样一步一步练 一步花时间去练怎么办 我们的首发课还有最后两个名额 今天最后两个名额了 你不练怎么办 你这一关总是要过的 对不对 今天不练明天练 今年不练明年练 明年不练 反正总有一年你要练 早拍早学 早学早练 你是逃不掉的 千万不要去走什么 我以前经常说的 千万不要去走技术的弯路 这些都是债 都是要还的债 就怕你没有人去引导你 走的弯路 现在为什么还有很多一些 比我们做的工灵 还要走的设计师 反过来还去学我的课 就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以前没有人去引导 没有自然八景的系统性的去 经过培训学习 所以我们下方小黄车头2号链接 社老师同款6.2寸白刀 刘德鲁老师也非常优秀 刘德鲁老师也非常优秀 今年也有来 他好像是在北京 好像是在北京 在我们的首都 他就是在北京四月去的 来 非常非常关键的 我们是有线下课的呀 主页给老师留言啊 再告诉你们一句实在话 对于基本工这个板块 你如果说很下心来咬咬牙 花几个月时间吧 可能说快了两个月 你慢的话半年 它就过去了 就翻偏了 就翻偏了 虽然说这个过程比较枯燥 比较乏味 反正你过去之后就翻偏了 你就不需要去花时间 跟今天在这个板块了 知道吗 你就可以去搞别的了 千万别去相信那些 技术有什么好学的 会这个会那个就够了 反正呢 这些所有的说法 都会通过时间去验证 是的 是在上海 都会通过时间去验证 都会通过时间去验证 我这个现象课里面呢 有形体系列 形体系列 就专门去针对这些 控制力不好的 你就对着去练习 还有二分区系列 二分区系列就是我们 像上面这些图片 如何去按照我的方式 去找一些参考 然后呢 去做组合的一个层次 去做到一些发型 更高的一个打百率 你们现场有没有碰到过 客人拿图片发型给你看的 各位有没有 有的话打公平上 有没有碰到客人拿发型 图片给你看的 有的话打公平上 是的 加客服或者是给老师留言 实际留言 然后的话 年底会推出明年年初的 优惠课程 优惠方案和活动 当客人拿发型图片给你看之后 老瓜子嗡嗡的 就犯迷糊 这个如何去下刀 因为你没有一个发型的轮廓印象 因为你不具备什么的发型的结构设计能力 所以说嘛 你不蒙 谁蒙 像发量比较多的 头型比较大的 像这些情况下 可能会用到不连接多一点 因为在内部它需要去制造空间 具有代表性的直播回放 会放到那个线上课里进行更新的 来 直播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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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什么 也是我们信堂课里面 它是一样的 它是一样的 你如果觉得啊 你看直播的看会 或者说你看直播就看一遍就够了 那你不用拍 你就不用拍 以后在直播就有代表性的课 或者是回放 会会会 啊 顶部剪好了 我们去看一下 根据你的参考发型长度 来注意看上面几个图片 根据你的长度选择 我是去定多长 可以是眉毛以上 可以是眼睛以下 鼻子 也可以是嘴巴左右 来听懂的口语博一 来这一步 听懂的口语博一 我这一步 可以在眉毛以上 可以在鼻子以下 也可以在嘴巴以下 来听懂的家人们 口语博一 听我一句劝 想要涨价服务贵一点的顾客 短话你怎么明白 那完毕 短发正明白了 可以延长你的寿命 这个指的是什么 手机的寿命 是吗 因为基本上85后90左右 很难服务到年轻客人了 很难服务到年轻客人了 你看就比如说我吧 我在前几年走在街上 还会收到很多小妹妹过来 腰背心什么的 进进的话一眼根本就没有了 一个都没有 看都不看我一眼 但你短发 你短发如果说搞明白了 确实你可以服务到 你这个年龄段 该有的客户群体 35岁到40岁左右 这些是短发需求量最大的客户 35岁 40 45岁 如果你还年轻 没有关系 你还可以在缓紧 去搞一搞 美感 搞一搞 色彩 搞一搞 造型 如果说你已经90 95之前了 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 真的是静下心来 好好的跟我学一下 C哥几年后 你看我给你拆一下 来你们拆一下 你们可以把你们的 把你们的年龄打公平 让我看一下 让我看一下 你们是几年后 我是91年的啊 同学们 我是91年的 现在已经33岁了 属羊了 有跟我同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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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 我是91年33岁属羊的 好同学们 我们的课程 下方小黄车1号链锦 还有最后两个名额 先拍先到 先拍先得 我的抖音ID改了 各位 以后说的话 就不要说C哥了 说C老师就好了 抖音ID改了 来 另外一边 我们这边场中呢 只要能盖过这个边角 能去盖住这个边角就OK 能去盖住这个边角就OK 长度自由去设定 那么当我们的长度定好了之后 来 来注意细节 我这个长度减的越多 这个角 就会越多 我这个长度减的越少 这个角就会越少 来 听懂的 抖音波音 来听懂的同学们 大目飘落波音 直播间里面有小鲜肉 也有老腊肉 来 拉到前面来 可以去看到这个角 来各位同学 看到了吗 看到没有 可以看到这个角 来 把这个角 点掉 把这个角 点掉 看到这个角 原位拉过来 把这个角完全剪掉 再来 放射的方式 放射的分区 拉到前顶90度 不要往后拉了 拉到这个前顶的90度 把这个角 点掉 OK 这边 就剪不到了 这边 我希望 我希望已经拍课的同学 要给我交作业 要给我交作业 你们能做到吗 无论是教你们的练习 基本功不好的 教你们的练习作业 还是说 基本功还可以缺乏一些 对于短话的结构设计概念的 去发一些现场的图片 课的图片 都没问题 我希望你们都会去发给我去看 平时的我除了直播时间 其他时间都还好 都是蛮空的 来 免礼了啊 没什么课 就做做直播 这样我们顶区完成 刘海完成 来 再接下来 感谢加入我的粉丝团 感谢送的粉丝灯牌 来接下来哦 测区还没减啊 测区 我们一定要去找到后区的重量 带有角度提升的方式 去做衔接 如果说你是长刘海 注意看啊 我们这个是方向 这个是角度 对不对 不要角度很低 但有点角度提升 并且它的形状 它的方向 是不是向后拉各位 注意看 是不是向后去拉的 为什么 为什么向后拉 来 谁能告诉我 为什么我去向后拉 感谢奋斗节点亮粉丝灯牌 为什么我们向后拉 我不去向前拉 拉 我不去向前拉 还是向后拉 保留长度 是的 非常非常优秀 因为你的刘海是长的 因为你的刘海是长的 如果说你待会下午你给客人去解 你设计的刘海是长的 那么再去做这一个环节 你就必须要去向后去带 对 你就必须要去向后去带 那么如果说 你今天给客人设计的是一个短刘海 比如说我们这个直播间上面图片的第一款 是短刘海 那么我还需不需要向后带各位 如果说这是短刘海 那么这里应该走一个什么形 还能不能走这个三角 还能不能 检查一下 检查一下 以及呢 这样的重向 检查一下 之前在直播间问不连接的 那个同学在不在 在的话 在公平看打出来 刚才在直播间 问不连接的同学 请问你还在吗 他是有灯牌的 一海南天在的 他是有灯牌的 是的 所以说没有灯牌的 来看一下 没有灯牌的 左上角小黄心 一点没有灯牌 基本上不连接 剪商业款 如果说是后面 下面收紧 上面饱满 比如说第一个区 我剪去除或清追击 上面剪不连接 这里都会控制在 什么呢 一个指位 最多最多 两个指位以内 但是我这个后区呢 都是从下往上是连接的 我是连接的 来我们去看测区 如果说我这个顶部长度 盖下来 完全盖住这个边角 刚刚好是什么呢 覆盖住的 那么就意味着 它中间的不连接的长度 就可能会比较多 在一指位以外 那么如果说我顶部层次高一点 露出边角 也就意味着我头顶长度 这里拿的会更多一点 那么它的不连接就会更小 来清楚吗 清楚没有 测区的不连接 对于结构的稳定性 影响不大 但是后区的不连接 对于结构的稳定性 很大 来 清楚同学 打一波清楚 我们的下方小黄车 一号连接就是基础课 包含基础板块 后区的不连接 对于结构的稳定性 影响很大 来明白的 打明白 清楚啊 测区的不连接 对于结构的稳定性 影响来说 会弱一点 我的直播间 都是包含基础 看这边接 这是测区哦 你看没有 测区这里 不要低角度 不要这样切 明白吗 不要这样切 除非说 老师我就要这种非常立体的 没关系 那就没关系 切呗 正常情况下 都是带有角度的 来注意看啊 带有角度 并且跟后面的我们的这个堆积 一定是衔接上的 一定是衔接上的 每天早上十点半准时开播 并且它放下来落点 来 各位同学 是不是跟这个边角的长度是一样 刚刚好是覆盖住 一定要刚刚好覆盖住 不要长 不要长 好吗 不要长 除非说客户说我我喜欢长的 应该长一点 但正常来说不要长 具体详情给主播私信留言啊 给老师主页留言 或者点击我们的客服询问 再来 对 现场客的问题 可以找客服啊 再来 来 刚刚好要盖住我们哪里 同学 我们顶区头发去定这个长度的时候 来告诉我刚刚好要盖住哪里 通过这个视角去看 要刚刚好要盖住哪里 同学们 有学过进阶的啊 有学过我的进阶的啊 有学过我的进阶的 来告诉我 从这个面去看 这个形 这个形 它属于我们进阶的哪一个形 我看谁知道啊 这个形 它属于进阶的哪一个形 夹角弧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 形体系列比二分区系列 比商业系列还要重要 就是因为这个点 我在去构思这样一款商业发型 我的脑海里面 就是有一个形体系的形存在 我才能更好的去构思出 这个发型的轮廓印象 明白吗 所以说我要把 所以说我要把这次现场客里面 一定要去加形体进去 一定要去把之前的短发小白课 给加进去 因为它比二分区系列 它比商业款系列 还要更重要 来 认可的客户一 我们的课 我们的课程在下方小黄车 一号链接 名额不多 先买先得 点击小黄车 点击商品 左下角链接客服 我是输得很干净情况下 我是输得很干净情况下 它是出现这样形体 但是它是一个以层次为主的 它是一个不连接 它是个不连接 它在浮动情况下 它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柔和的 来各位 是还是不是 它在浮动情况下 它一定是非常非常柔和的 来同学们 家人们 告诉我 是还是不是 那么头发比较多的 我是不是就是 只需要去 在耳后 在边角 适当去打脸薄 在底线 去打脸薄 各位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不是就可以了 但是前提 你脑海里面 有没有我的系列 那个形体系列的琴 如果说没有的话 赶紧去拍 如果没有的话 赶紧去拍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头发 我不去打薄 我不去去量 我直接吹 我不去做任何的去量 我们直接吹 我们来看一下 通过这种方式的结构 到底柔和柔和 到底怎么样 好吗 好了你去吃饭 来 吹风吹一下 看 好老师吹一口 首先有工具啊 还有什么梳子啊 我的同款的梳子 还有那个 剪刀 剪刀 对吧 6.2吋的 一些手小的 一些手比较小 拿不下那么长的刀的 这些开我工厂的 这些发布 对 整体结构和二分区 都在金串层里面 后面还有工具的修饰 用法 还有直播的回放 都会更新进去 刚刚在忙的话 你等一下去去我的课里面 去看这个回放吧 6501是什么的 我能快速把头发给吹干 这个头发是没有经过任何的把握调量 吹干之后呢 我们稍微的带带顺 稍微带带顺 是 的 应该说 如果练洗完 这个音乐 要干嘛 练取的话 一定要 Mentor 要把切口完全吹涩 因為假髮絲的切口是毛了 不要把切口完全吹涩 這個吹涩的情況下才可以允許去做點點 才允許去做修飾 看切口,切口要吹涩 這樣就OK了 這個髮絲沒有經過任何的啞茧 沒有經過任何的一個啞茧 沒有經過任何的調料 我們在這個形體的基礎之上 其實正常的話去剪客人 在吹涩之前 我們要用啞茧把輪廓這一圈給打一下 這是選擇性的去操作這一步 我在吹涩之前沒有去打 因為我要還原這個形體 給各位去還原這個形體 好,我們開始 來,這裡去做點緊 開始去做點緊 底下的這些順向不好夾的 你就可以偏橫向的拉起來 大偏一點 偏橫向的拉起來 點一下 再來,偏橫向的拉起來 當你的結構 當你的結構 剪得比較紮實了之後 這些修飾 只要按照常規的流程 我們去做 就沒有問題了 但是如果你的結構建立的不好 那麼你就需要去破壞結構過多 去完成你想要的那個形 盡量不要這樣 能在絲髮上面去完成的 千萬不要在乾髮上面去做 來,聽懂的 葵果一 能在絲髮去完成的 不要在乾髮去做 聽懂的 葵果一 除了聚齒劉海 聚齒劉海 是不可以的 因為聚齒劉海 必須要吹乾之後 除了聚齒劉海 那麼整個這一圈 下面這個層次 第一個區 我們發燒點完之後 來 第一個區發燒點完之後 我們再把下面這個服貼區 通過向下塗走的方式 再去把它表面的毛色的地方 再去塗的服貼一點點 把表面這些毛色的地方 再去塗的服貼一點點 那麼關於到底線長度 底線長度 我這樣去看 還可以再去拿掉一部分 還可以再去拿掉一部分 讓它變得更加的精緻 這個底線 盡量向上 這個底線要盡量向上 盡量向上 盡量向上 我們結構看完之後 對於修飾環節 就不太感冒了 來 這裡OK嗎 要這樣去看 要很精緻走過去 各位 這個底線精緻不精緻 各位 這個底線精緻不精緻 上面需要點嗎 幾乎不用 是不是 上面是不是幾乎不用了 上面我就不去點了 這個情況我就不要去點了 點它幹嘛 我把輪廓 短髮我把輪廓做好了 我上面的重量 上面的10度 我就給它保持好 我就給它保持好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把這個切口檢查一下 為什麼要瓶剪呢 因為我不想破壞表面切口的質感 不想去破壞表面切口的質感 上面量打得越多 它只會越散 各位對不對 它只會越散 越來越散 裡面的邊角 裡面的邊角 在短邊角區域 正常客人的話 前面是不會有這一撮出來的 因為是頭膜的關係 它會往前重視 這一塊 它會往前重視 把它剪掉就可以了 還用到這個切口 因為頭膜的邊角是比較厚的 把這裡切口點一下 點一下 不過邊角地方呢 你可以去使用牙剪 用牙剪相對來說會安全一點 通過牙剪去改變長度 去改變我們的形態 這裡面那些很短的 不要 這些不乾淨的地方 不要 就可以不要 頭膜的粽子這塊有點關 不要 不要 OK了 邊角的細節 非常緊對不對 有多緊 三哥 有多緊 相當緊緻 來 所以這一步可以用牙剪 把根掏一下 都特別多的牙剪 我現在呢 我就不掏了 我想體現厚一點點 我就不掏了 感謝IT點亮的粉絲燈籽 形狀的檢查一下 這裡不要去打碎 這裡不要去打碎 不要去打碎 去減落一下這個輪迫的痕跡 就可以了 基本上瀏海前面軸角度 不用怎麼去動 刺軸角度不用怎麼去動 刺軸角度不用怎麼去動 緊緻嗎各位 緊不緊緻 這邊 這邊是相同的方式去做精修 這邊我就 就不再怎麼先修了 因為是時間問題 時間問題 來 這邊 看一下 看一下 整體的狀態 再吹一點弧度 再打點東西 就非常非常耐舍了 這您受得了嗎 好吧 我再稍微吹一下 帶點弧度 好 幾根漏掉的 吃飯吧再見 明天十點半不見不散 好了同學們 好不好 明天我們十點半 依然不見不散各位 OK 拜拜 拜拜